HELLO 大家好,這裡是大J 那在留言區有不少朋友說想看SX底盤 那今天我們就來講這個SX底盤的鎖車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和小鈴鐺 B站的朋友感謝您的素質三連 SX底盤呢... 我要嘮叨一些,如果你不想看嘮叨 直接跳到這個地方 SX底盤現在玩的人很少,它一度也是個異類 因為它的軸長是72,然後又扁又低 那曾經在低阻力胎發明之前呢 因為它的那個輪距很寬,速度很慢,被很多人嫌棄 所以現在玩這個底盤的人呢,也是算少數群體了 那我個人是很喜歡這個底盤 它是SX底盤的強化版 所以叫SXX,我們就叫SX底盤 那這塊底盤其實對我來說是 挺有一些情懷的 小時候我玩車的時候呢 大概是95到97年左右 所以那時候入門玩的是S1底盤 以及SFM底盤 就是巨無霸原配的底盤 那後來呢,就有出這個TZ底盤 因為我青少年是在中國大陸度過人 那時候呢,中國大陸的家庭收入都還不是那麼高 所以我們玩田工其實是很累的 因為我當時記得我的零花錢好像一個月才只有十個人民幣 十塊人民幣的話,算成每道也就是兩道不到吧 那一台田工的車子 我記得要賣到將近七八十人民幣 也就是說我的零花錢要攢八個月才能買到一台田工 所以這很困難 那就有一個本地的廠商叫奧迪,就是兩顆鑽石的 他就開始拷貝田工的車子 他的車子那時候做的質量其實非常好 我記憶中其實有可能可以媲美田工 但是他只賣到二十人民幣一輛 因為他拷貝呢,會有一點點延時 也就是說日本出了他可能要花一點時間去拷貝 當這個SX底盤剛出來的時候 哇,是我們都金袋了 哇,這個完全跟這是不一樣的 馬達從下面裝車子又寬看上去好酷好酷 但是那時候只有田工的,那一台車子大概就要八十人民幣 七八十人民幣 對於我來講根本是買不起的 那正在那個時候呢 大陸的四驅車也慢慢的開始淡掉了 那我不知道後面可能又流行過 但是在我那個年紀就是放那個四驅小子的時候呢 就淡化掉了 我就沒有玩 所以在我心中,這塊底盤永遠是一個就是我兒時 我兒童時代得不到的一個東西 但是說我很想用的東西 那講了那麼多廢話 就是講這個呢,在我心中是有特別的地位 就像那個在青色校園年代 你遠遠的只能看的那個暗戀對象一樣的感覺 那唯一不一樣的是 現在暗戀對象可能已經結婚了 但是這個車子,這個底盤呢 你隨手就可以買到了 SX底盤和SXX底盤其實是差不多的 一個是比它稍微增強一點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統一稱為SXX 其實我個人的觀點來講 它是開通了田宮現代化底盤的初始 它是應該是第一台 它沒有個明確的分類 但是從感覺來講你可以看到 因為它開始有了一些現代化的孔位 原先的孔位都是在這邊對不對 雖然TZX後來補了 但是它是設計的初衷不是這樣子 那這個SXX你看 它最早的時候出現的時候已經有 應該這兩個孔位已經有了 它是第一台配備這個兩點 現代化兩點氛圍的底盤 所以即便在已經過了20多年的今天 其實它還是在賽場上可以一鍵 而且有很多時候拿這個底盤比賽的人 它的成績還不錯 特別是倒跑的人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步入正軌 我坐車一般是循序漸進 所以我們先坐鎖車 以後有機會再做這個底盤的專業組 就是切偷切毀甚至倒跑 那我們都知道它是用72的軸 所以輪距很寬 那當年就沒有這個低阻力胎 它就很難跑 所以被很多人有嫌棄 那其實有低阻力胎以後呢 我覺得它這個問題已經不是問題 它已經解決掉了 並不是問題 反而它底盤比較寬 它的優勢就是它比較穩 那為什麼說這個不是問題呢 我就給大家看 這種是田宮現在新出的那種中進輪 對不對 其實你把它兩者放在一起 你會發現 它的寬度已經跟SX底盤的 用最窄的那個輪子的寬度一樣了 不你不覺得它的寬度現在是任何的問題 任何的壞處 那我們這台車呢 首先我們要講的是輪子的選擇 我這一台是從那個 是從這一台 Dino Hawk GX出來的 那我要吐槽一下 因為這個版本 我記得我以前 10年左右買過限定版 然後我也有收藏 然後最近田宮復刻了以後呢 它雖然復刻了 但是它把這個貨號給改了 它討好了舊的收藏檔 但是呢 又滿足了這些想要復刻的朋友 田宮真的很聰明 那我的輪子從這裡拿過來 你跑鎖車比賽的話 因為我這邊的規定鎖車是不能打磨輪胎的 那如果不能打磨輪胎呢 我一般都會選擇中進 因為中進會穩定一些 它的重心會低一點 這兩台車因為去年復刻了 所以現在價格還很便宜 那如果你想要拿到這個 碳纖維強化的SXX底盤 就買這一台就是可以了 它是帶聖碳強化的SXX底盤 那這一台呢 它是紅色的 因為我們知道聖碳是沒有紅色的 所以它是 這個強化ABS底盤 PC ABS也是不錯的 而且它的這個輪框 是聖碳的 PACF的 所以兩台車就各有博中 看你自己喜歡了 那這個選輪子呢 也是很麻煩一件事情 我找了很多以後 我發現 那因為它本身這底盤就比較寬 所以你要找那種偏心值 比較小的輪骨 那我找了以後呢 我能找到的最最窄的是這一款 是從這台車上面有 那其他上面哪裡有 我已經記不清楚了 還有就是這台車的譜版 就通販 不是這個版本 這個是限定版 通販版的都是這個輪子 一個是白的 一個是黑的 你看它它是最凹在裡面的 也就是說 放在地上 放在那個平面的話 你是不能感覺到這一個 這個中心的這一部分 碰到平面的 它是碰不到的 所以它是最最適合SX的 目前來講 我覺得 就是講輪距來講 那如果你找不到這個呢 那我看一下這三種也是可以用 這個就是最常見的12幅的這種 因為它稍微多出來一點點 反正會突出來一點點 兩毫米左右吧 這個也是差不多 也是兩毫米吧 我感覺 那這一款也是 所以這個是可以用 條件允許可能這個會更好一點 但這個可能會重一點 這個幾款都是輕一點 所以你自己折中來考慮吧 這些基礎的我就不講了 就是怎麼裝一些電片啊什麼的 那我先講這個思路 煞車來講呢 SX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也是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下面是有角度的 有沒有看到 那它有個角度 其實有個什麼好處來講 就是你直接把這種 碳纖維或者是FRP的片 這樣固定上去呢 它就已經有個角度了 所以即便是橫貼這個煞車 就平貼這個煞車的話 不用打角度 它也是帶一個角度的 所以我這一台做車的做法就是 下面直接加一片這個 碳纖維的片 然後貼一個煞車 這個還挺寬的 那這裡要注意一個地方是 它這個面好像並不是很平 就是說這個孔位 你完全按這個孔位的話 它是有一點這樣子的形狀 所以按上去的話呢 可能就是按這兩個點外面的 或者是這兩個點 就是不要按這兩個這些都按住 如果你所有的點都固定住以後 你的那個碳纖維片會是有一個 稍微有個弧形 貼了煞車以後呢 可能煞車只有兩邊可以碰到 我這一邊的話就固定了這兩個點 那你看到我有打螺絲 但是我是沒有固定的 我只固定了這兩個點 那記得這裡可以要用這個剪鉗 把它稍微切掉一些 這樣子能減少一些摩擦 但是你不切也沒關係 只是一個小技巧 那記得要加油 因為我已經加過油了 所以我就沒有 這裡就沒有加油了 持筆方面還是用的這個3.5比1 那中間其實你有條件的話 最好塞一個就是 MAAR或者FMA的這種塑料的軸層上去 可以定位 但我這邊沒有多的了 我就這樣直接裝了 這根桿子也是我用的是原裝的 因為我這邊也沒有了 以後有的話我再會買那個 帶鍍層的裝上去 輪胎方面呢 我就選擇了4個低阻力的中進胎 那你如果是4個超硬胎 也是ok了 就看你自己的愛好了 那下面的煞車這一部分已經做好了 就做完這個煞車以後呢 你記得用這個瞬間膠在前面 封一下就可以了 那另外也有朋友給了個很好的建議 就是說像這種情況下 因為你封了502撕掉以後呢 這個表面是很毛糟的 你要打磨 現在有一種新方法就是 用田宮的這種膠帶 一事半話找不到 就是田宮的迷你四驅車膠帶 把它給封一下 貼在這個碳纖維板上 再把煞車貼上去以後呢 用502將這個煞車和 將煞車和膠帶封在一起 那你以後只要把膠帶撕掉以後 就沒有任何痕跡 可以反复使用 我覺得這是個非常好的主意 好那我們再開始做龍頭 龍頭來講呢 我還是選用了這個 2019版的這個龍頭 這個你可以看到其實 直接可以裝 但是我這裡呢 削掉了一點點 應該是噴不到了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強迫成 我把它削掉一點 也可以不削 剪導輪我用了13的 所以我把導輪裝在了這個碳纖維片的下面 這個孔位裝上去以後 正好這個13的導輪在下面不會碰到地盤 那我就可以往下裝一個嘛 因為導輪越低的話 它就相對來說越穩定一點 所以我們是一個塑料導輪 當然你的你可以用滾珠 滾珠導輪 我只是因為這邊的 我們的賽制的原因是進滾珠導輪 我用的是POM材質的 這是AR上面的 我用了一個 我選擇了用一個這種普通的螺帽 因為普通螺帽是1.5毫米的 假如你沒有 或者你的1.5毫米的墊片不夠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螺帽來代替 再之後呢 放一個3毫米的旅館 再放一個12毫米的旅館 再放一個導輪 這個導輪哪裡來的呢 就這種T2底盤的車子上面 板件上自帶的 那如果你沒有也不要緊 直接讓上面也用13的就可以了 我有發現即便你是用強化螺絲的話 上面用13的導輪 雖然都會碰到就是 但是它自動會調節的 它這個螺絲會稍微歪過來一點點 跑機場以後 它會有點歪 然後就會造成就是 正常碰開的話是 只碰下面上面 只有在過立膠啊一些 或者彎道側 側過來的時候才會碰到 那這強化螺絲是30毫米的 3厘米的 好了 車頭就做好了 簡單是不是 大家可以看到正好是借住了 這一個 它特有的設計 孔位的原因 這個導輪可以順暢的去轉 不會碰到底盤 有轉到哦 可以把它放低一點 比這個中軸 輪子的中間點 中心點 還要低一點 因為我們SXX底盤主打就是穩定嘛 靠穩定制勝 帶下來呢 我們就做 後面 後面還記得 就是通常來講 我們最基本的是要有一塊防掛 這個防掛 我是去買的 如果你自己做的話 就跟我前幾期的節目 那樣子 自己切一個形狀 用這個龍頭 或者是這種槽尾都可以切 實在你不想切呢 直接拿這一塊板給裝上去 也是可以用的 這是一根16毫米的平頭螺絲 然後這個中間墊一個6毫米的鋁管 鋁管上面呢 要用一個槽尾 我是把它給切掉這兩邊 但你不切也不要緊 我切掉以後的好處就是 這樣子導輪可以往前裝一點 但你如果不切 直接裝這裡的導輪也是OK的 沒有什麼問題 接下來就是這個後面的導輪 那如果你沒有切這個的話 就是把導輪直接裝在這個槽尾上面 其實差不了太多 導輪來講 我們也是把導輪往下放一點點 首先我們是 裝一顆這個導輪的鋁管 那如果你是用滾珠導輪的話 就是用滾珠導輪的墊片 那之後呢 我算好距離是 這裡要墊個1.5毫米的鋁管 然後19毫米 接下來頂軌 頂軌呢 我在S2已經一期影片 已經教過大家怎麼自製頂軌了 但我為了方便和輕量化來講 我還是去買了這種別人切好的 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頂軌上面要放一個防鬆螺母 壓住這個頂軌 這個名字我經常忘記 我每次做影片 我說是戴膠的螺帽 或者是叫locknut 就是英文的 有位觀眾朋友 叫阿亮 這位台灣的觀眾朋友 他跟我經常會聊天 他就很好心告訴我 大家這個名字應該叫 叫防鬆螺母 那我說OK 好好好 知道了 就是防鬆螺母 OK 這樣子就把這個頂軌鎖住了 因為如果鎖頂上的話 有一定概率 頂軌會被撞的動來動去 他會沒有壓的那麼緊 所以我先把頂軌給鎖住 頂軌上面再放一個12毫米的鋁管 然後是一個3毫米的鋁管 再是一個導輪的銅管 然後是塑料導輪 19的 再來是一個這個防鬆螺母 OK 那大家記得買頂軌的時候 就不要買太長的頂軌 太長頂軌 你需要一個很長的螺絲 其實跑田工的話 速度不是那麼快的話 像這個高度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頂軌大概是 兩厘米左右的頂軌 那這裡靠近車體的點呢 放兩個螺絲 把這一個雪糕棒給放上去 那又看到其實這個導輪很靠近後車輪了 已經差不多極限了 好,然後這個煞車 煞車呢 我們已經磨過好幾次了 磨角度 那這一次我就不磨了 我就用買的現成的3毫米磨好的這種角度煞車 那記得就是說 這個上面呢 我們要會放這個磚塊 對不對 所以磚塊上面 我們老規矩就墊上煞車皮 這樣可以讓它緩衝一下 另外磚塊下面挖兩個洞 那這樣子落地的時候 基本上就沒有金屬跟金屬的這種硬連接了 哦,忘了 這煞車板上面要放兩個3毫米的鋁管 這是我正好算好的距離 當然實際你自己坐車的時候 肯定要去是車廠跑了以後 再調節 那我這邊3毫米是我 之前設定好的 我就按這個來了 那我們把這個驗車盒拿過來 發現,嗯,八九不離十 通常來說你前面如果龍頭 不切頭的話 後面用槽尾 槽尾後面再加一片這個龍頭切掉做煞車呢 基本上距離可以用近 用到16左右 16.5和16左右 前面切頭呢 就可以往後更破一點 再把我們的二十度調遮板拿出來看一下 因為我看到也是正正好好可以清這個 清掉這個二十度 上二十度沒有阻力 但是上這個啊 我們叫slope 就是馬鞍可以殺住 最後我們來做這個指針塊 指針塊我選用的這個是AR上面套件 就這個 它有分波籤板和碳籤板的 但是效果不會有太多差別 指針呢 我們得或者說釘釘呢 我們要把它做的低一點 所以反面要打成孔 它有一邊有一個孔 一邊有兩個孔 兩個孔的地方打成孔 打了成孔以後 選用這個 大概是8毫米的螺絲 成孔螺絲 我看了一下 可能最佳的孔位是 裡邊兩個孔位 對這兩個孔位這樣裝 然後又靠內一點 因為如果太靠外的話 落地的時候可能會蹭到這個 這個這個什麼側衣的話 那會有一些不太好 裝在下側 那距離我之前已經算好了 是要一個 先墊一層3毫米 再墊一層1.5毫米 大概就這樣子 你看到就比較低 好了 這個也要打一個成孔 就是連這個指針塊的這個地方 也要放打一下成孔 那最低規定是1毫米 但是我們用這個1.5毫米的 焊前衛片去測一下 看它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分體釘呢 因為像這種鎖車 或者說我這邊鎖車的規定 是不能用吊鐘的 那我會做一些 小的一些這種 細節上的地方 給它增強一點 它的落地的穩定性 那這邊我就是說 在這個分體釘上下 都有裝貼了1毫米的煞車皮 這樣子呢 它在這個釘相碰的時候 就會更加的緩和一點 那後面我選用的是一個金磚 那其實如果你有條件的話 把這個洞打在更靠後一點 是更好一點 那有條件的話記得就打個成孔 然後加上煞車皮 那它落地的時候更加的更加的柔和 這邊你看到 其實我沒有用到最前面一個 最前面一個位置 其實裝最前面的孔位呢 可以讓重心再往前一點 但是為什麼我選擇了 就是說第三個孔位呢 因為這樣子落地的時候呢 我們說分體釘下面 打到這個板的距離會多一點 也就是說這個貼的煞車皮 能作用的地方比較多 如果你靠太前的話 可能就有一部分煞車皮碰到呢 這個釘會有一點的這樣斜 但並不能起到很好的這種緩衝的作用 那車殼方面呢 我用的是這個原裝的這個車殼 上了個顏色 但如果可以的話 我建議還是用軟殼會好一點 我們測一下重量 再加一個馬達 這個不切割底盤的情況下 這部車能做到126克 全車的指針塊的重量有23克 那其實也就是說這台車在102克左右 如果不放置針塊的話 覺得還OK 滿滿糊糊 能夠接受 那如果把這車殼換成軟殼的話 應該還能輕大概幾克吧 用軟殼的情況下也可以坐在98克左右 那這個車其實我已經去現場跑過了 效果還不錯 這SXX底盤真的是很穩 那我這邊的鎖車鎖車的那個組別 叫N推組別是可以切件的 所以我有切 但這個設置的話 你其實可以很輕鬆的把它轉換成一個無切的設置 也就是說 只要把這一片換成一個整片的這一種 可能位置要換一換 然後後面的刹車也是用一個雪糕條 那麼其實就可以做成無切版本的車子了 好了 那感謝各位的觀看 這麼一台簡簡單單的SXX鎖車就完成了 希望對你有用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和小鈴鐺 B站的朋友 感謝您的素質三連 我們下一回見 次回預告 我已經把VZ拿到了 其實就很晚了 你們都拿到了 我是最後一個拿到的 可能大家都知道 我其實是S2的一個鐵粉 但是我能說 VZ好像看了去真香嗎 那我下一期 我已經迫不及待的想做VZ了 我想做一台鎖車的VZ 來看看之前的鎖車王會不會被打敗 那我們下回見 掰掰